你知道吗?马来西亚居然有两次国庆日 8月31日不是才刚刚结束了国庆日庆典吗? 那么9月16日到底是什么? 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红狐狸频道 我是Chloe,你订阅我们了吗? 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花3秒钟的时间 按订阅按钮吧 1,2,3 其实呢,有很多的外国朋友都不知道 马来西亚其实是双国庆日的 那么其实除了8月31日的独立日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就是9月16日 也就是马来西亚日 接下来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有双国庆 当然啦,这个部分就有很多的历史故事 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 那你就先不要看咯 马来西亚文化其实是融合了 马来族、华族、印度族 还有原住民文化的文化特色 所以呢,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那但是其实呢 因为马来族是马来西亚的多数人口 所以马来族的文化呢 也是马来西亚的主干 但是呢,其实每个族群 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特色 而且不同的族群之间也有不同的交融 马来西亚是地球上一片独特亮丽的色彩 一百多年来 这个位于东南亚大陆加上的国家 规矩融合了各种族和宗教 包括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和其他族群 比如原住民等 人们宁静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位于热带的地理位置 为马来西亚带来了充沛的雨水和灿烂的阳光 加上优质的土壤和良好的环境 这些都对马来西亚的生物多样性 以及丰富的食用蔬菜和水果 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物质基础 多元化的民族文化 让马来西亚成为了一个 让人乐而忘返的美食天堂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在马来西亚 体验到各种丰富多彩的节日以及假期 这也是为什么 马来西亚人其实非常喜欢社交活动 还有庆祝节日 这也养成了马来西亚人 悠闲友好还有热情的民族个性 从地理位置来看 马来西亚和其文化一样多元 马来西亚一共有13个州 以及3个联邦直辖区 东马和西马隔着南中国海隔海相望 在马来半岛上 共有11个州以及2个直辖区 也就是西隆坡和普特加亚 在东马共有2个州和1个直辖区 也就是拉坡 马来西亚吸引人的特色之一 就是其强烈的对比 木天大楼和木之高角屋 五星级豪华酒店和古典殖民建筑 凉爽的高原气候和温暖潮汁的海洋气候等等 都可以在马来西亚被轻易的发现 马来西亚独立日定于8月31日 目的就是要纪念马来亚联合邦第一任首相 东顾阿图拉曼以及其团队到英国伦敦去争取之下呢 终于在1957年取得了马来亚的独立 1940年代 大马为了摆脱英国殖民同志 以争取独立 巫统马华工会与国大党三党组成联盟 1954年5月 东顾阿图拉曼率领敦拉扎以及陈东海三人组成代表团联 到英国伦敦谈判民选自治政府事宜 随后于1955年7月27日的首届联合邦立法议会选举中 联盟成功取得了52席中的51席 在英国监管下组成了自治政府议会 1956年1月18日至2月8日 首相东顾阿图拉曼率领代表团到英国谈判达成协议 英国政府同意让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 终于在1957年8月31日 我国的第一任首相东顾阿图拉曼 终于在Merdeca广场高喊 Merdeca终于独立啦 这一天英国国旗正式降下 马来亚国旗许许升起 在马来统治者英国女王代表 格罗斯特与人民的见证下 通顾阿图拉曼在基隆坡Merdeca体育场 带领国人高喊气声Merdeca Merdeca也就是独立的意识 正式宣布马来亚联合邦独立 时至今日 8月31日就被定为了马来西亚的国庆日 在这一天呢 马来西亚都会非常热闹的去庆祝这一天 以感谢抗战英雄奋力保卫国土 在马来亚的历史中 我们一般都以马六甲王朝作为历史故事的起点 这个王朝是来自当时的巨港 也就是印尼的王子拜里米苏拉所建立的 前后生存了108年 而在这之前 其实马来亚半岛以及新加坡 也就是当时候被称为的丹马西 其实是在受贤罗所控制的 由于鞭藏莫及也就让拜里米苏拉从丹马西辗转到马六甲河一带定居下来 并且将之发展成了一个王国 再来拜里米苏拉转向信奉伊斯兰教也改名为伊斯坦达 马六甲王朝也因此拉开了序幕 不过到了1511年 马六甲王朝就被葡萄牙所灭 也正是成为了西方霸权国家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这里科普一下 马来西亚一直都认为承受殖民地宗祖国统治500年 就是只从葡萄牙开始的 而葡萄牙在后来也占据了澳门 大概是1557年左右 你知道吗 其实马六甲王朝也曾经被河南统治过183年 但是他所留下的这个历史痕迹不多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像葡萄牙一样建立了一个葡萄牙村 在1948年2月1日 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正式生效 三个单位即海峡殖民地 马来联邦和马来鼠邦 共组成马来亚联合邦 同年6月 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加上1955年的花林谈判失败 马共恢复了胜利游击战 而马来联合邦也在1957年8月31日诞生了 在这世界上 通常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际任 但是其实也有数个国家是有双国庆的 比如说印度 尼泊尔 瑞典 还有马来西亚 而大马的双国庆分别是8月31日要庆祝马来半岛 终于脱离英国的统治 9月16日则是欢迎萨巴萨老月的加入 从而建立了马来西亚的日子 在2009年前 大马半岛人民一直只庆祝8月31日的独立日 而在中央政府宣布将每年9月16日的马来西亚日列为国庆日后 大马人才开始注意到了这个日子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更多关于马来西亚日的由来吧 马来西亚日于每年9月16日盛大庆祝 以纪念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合邦的成立 它是标志着马来亚联合邦 被波罗州 撒拉越和新加坡共同组成马来西亚 其实新联邦的成立原定于1963年6月1日进行 但是为了配合马来西亚8月31日的国庆日 此计划就被延后至1963年8月31日 不过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两个邻国 对新联邦的成立表示反对 此计划再度延后至同一年的9月16日 在联合王国 马来亚联合邦 撒拉越 北波罗州和新加坡 签署了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 马来西亚得以成立 但是到了1965年8月9日 新加坡就正式脱离了马来西亚 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 关于为什么新加坡会脱离马来西亚 下一次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分解吧 自2010年开始 马来西亚日成为了全国公共假期 2009年10月19日 经过国会辩论后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做出了这项决定 使得马来西亚从此有两个关于国家独立的景点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马来西亚的过去 还有它有什么样的成就 是值得我们无比骄傲的呢 自2000年以来 马来西亚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平均为5.5% 实际人均收入每年都增长了近6% 在马来西亚初期的发展战略 以及发展计划的指导下 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建设 取得了非常显着的成就 首先经济增长迅速 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其次产业结构开始向合理化方向发展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在产值不断提高的前提下 出现了下降势头 工业产值和经济比重均有一定的提高 服务业的产值和经济比重 一直都在保持着较高的水平 再次对外贸易不断扩大 经济开放程度明显增强 最后马来西亚随着经济的增长 作为人民我们的生活、卫生、保健或者是教育或者居住条件呢 都有明显的加强还有提升 我们坚守着民族精神 直面困难并且将其化为新的机遇 马来西亚利用各地理位置改善贸易关系 促进了贸易一体化 它已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强国 马来西亚的制造业还是挺强的 我们生产电脑、手机部件、半导体等多种产品 不要忘了我们马来西亚还有亚洲唐王 大马制造的手套也是享誉国际的 那么我们能够从大马过去几十年的这些经历中 得到什么样的歧视呢 其实形势不断地在变化 而我们也在不断地适应 所以我们只会一天比一天更强大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如何赶进 套用一句马来西亚开国领袖 拉曼大学首任校长登顾阿卓拉曼的话 他说如果我们振作精神 以最大的善意去融效地开展合作 未来我们国民取得的成就将不可限量 其实这一句话不只是适用于20世纪60年代 也适用于今天的我们 那么马来西亚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呢? 马来西亚想要在未来十年中提升高收入国家 提高生产率至关重要 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能提升平均收入增速 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2018年马来西亚首次迎来了第一次的变天 那么很多人就问了到底换了政府之后 马来西亚有没有变得更好 其实呢我在一个节目上看到严江汉的一句话 他是说马来西亚变天时候 人民似乎变得越来越严格 马来西亚政府当然有做得好的地方 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应该要继续加油才行 所以与其期待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作为年轻人的我们 当然也应该要更加努力的一起创造美好的马来西亚才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还做得不错的话 请你给一个赞 分享 还有留言 记得要按订阅按钮 这样一段我们有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 如果你有使用Instagram 你也可以搜寻ChloeK.com来follow我 好吧 震惊10分钟 每天用10分钟的时间 和大家来一起讨论一则最敏感的史诗议题 今天不谈政治 只谈爱国 我们下期再见 终于在1957年8月31日 我国的第一任首相 东顾阿图拉麦 在Merdeka广场 高喊Merdeka 我们终于独立啦 我觉得很好笑 OK 你这段好你留多钱 我再念一段 我看你看哪个比较好 OK 好吧 震惊10分钟 每天用10分钟的时间 和大家来一起讨论一则最敏感的史诗议题 今天不谈 啊 啊